食指和小拇指全部都是半条 我接缝的位置一点都没打磨 就是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而且这两个已经被我用打磨机重复来回 做过好几次了 一点都没有断裂 等一下的话先去适当的去修剪短一点 然后我今天用的是打磨机 去将死皮的地方给它推挤 大家没有打磨机的可以用软化机啊 或者是施泡手都可以 拿死皮剪去剪死皮的时候 看不见的或者是不敢剪的 我们可以拿死皮剪的一个刀口 去将死皮给它扒拉开 然后再慢慢的去修剪 这个地方我只打磨了需要半贴的位置 如果是全贴的话那就直接打磨 清洁干净之后等干 然后选择合适大小的钾片 今天用的是想好的补充装钾片 这个钾片除了大拇指 我其他指头都能粘上 想好的是没有大拇指的 想要拍有大拇指的就拍全耗 一刷二刮滴上浇水之后 直接按压在钾片上 不会粘钾片的 新手的话建议大家拍长水的 因为它贴出来直接就是两侧自动拉直 而且稍微一剪就是一个芭蕾梯形 如果剪得很短了 那大家就适当的把两色再往中间收一下 这样会显得整个手指都很修长 这种反磨砂的钾片 它后缘是比较薄的 所以直接用海绵膜光去 像整个钾面泡沫 清洁面片在沾清洁水擦拭干净之后 可以直接去涂抹底胶 底胶薄薄的去涂就可以了 可以进行包边 照灯之后如果你怕钾面不平整 或者是怕这个钾片容易断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涂一个流平胶 流平胶先薄涂 然后在后缘的位置 可以稍微多多一点点把它流平 照灯60秒钟之后擦胡椒再去涂色胶 因为流平胶它的胡椒粘性是比较强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擦胡椒直接涂色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按照这个方法贴贴的钾面持久又劳 最后的话给大家再来上一个福利 这个三个色的薄金膏 给大家秒杀是21块8 你们直接在快速小店里面拍 一共给大家配的是三个最常用的颜色 可以做纯色做装饰 然后搭配脚指甲 做那种亮片甲的超级晒 大家可以直接去快速小店拍 拜拜